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早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学习 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到达迦南之后 这段期间 要不就是上帝直接跟他们说话 要不是通过先知对他们说话 但当百姓来到迦南生活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开始受到周围的列邦的影响了 影响什么呢 最大一件事情 他们也要往 大家都有国往 他们没有国往 所以开始都向先知要求了 说给我们设立一个往 那么上帝对于百姓的要求非常不高兴 从一开始的时候 上帝就要直接做他们的往 或者说做他们的父 百姓要做他们的百姓 在这过程当中不需要 透过什么样的人 无奈的 上帝也允许百姓的要求 就选立了扫罗作为以色列国家 第一个君王 那么撒末尔先知对以色列百姓在要求设立君王之后 他苦口薄心的对他们讲说不要惧怕 虽然你们行的这一件恶的事情 只是不可以偏离 不跟随耶和华上帝 你们总要一心 要侍奉他 话是这么说了 很快的 我们在后面的几章就可以看出来 扫罗他本身的做事的风格方法 跟上帝心大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当中 是帮助我们了解 你我在服侍上帝当中 你要小心的事情 第一个 危险的服侍态度 过或不及 什么叫做过度 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光景 我们常常用人的观点 人的眼光来处理上帝的事情 实际上如果用人的观点 眼光来处理事情 不管你看得多准 你永远不能够解决问题 用人的眼光服侍当地 会出现过或者是不及 过度 牧师给他解释 是过度的追求完美 以及自我唯一的陷阱 你知道过度追求完美的人 通常有个特性就是 自我率己性非常的高 道德标准也高 作业 讲求效率 那么当然他们本身也是 勤奋努力的人 不可否认的 所以成功几率高 又加上他很聪明 他几乎是社会的精英分子 所以也因为如此 他很会自然的认为 别人应该也要像他们一样 有这样的水準 跟处理事情的态度 所以这样的人 拿到教会里服侍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高 同时也要求其他服侍的通过 也跟他们应该一样的才对 那种服侍的水平 那种服侍的品质 这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错 可问题是每一个人的能力 跟领受的程度不一样 我们感动的程度 奉献的深度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依据 我自己热情奉献的尺度 要求别的人都一致性的话 那么导致其他人 带着压力勉强的心 跟你服侍 更不要讲 只我要求高的人 往往无法接受 别人一点点的失误 有的时候常常会讲 你干嘛不高兴 是你的问题 他说不是 他是你的问题 我们很难接受 别人一点点的缺失 以至于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在团队服侍当面 就是一个大缺点 过度的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自我为意 自我为意的人 很容易产生骄傲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就是很容易骄傲出来 陷入论断 批评人的生活模式 在圣经当中 跟这圣经当中 强调仆人谦卑的特质 相距很远 不够或达不到标准 就包括不顺服 没有等候信心不够 没有感动的信 这种状况 在我们服事上 常常出现 扫罗就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都说扫罗 是上帝透过 扫摩尔贤子找出来了 被封立为第一个 以色列国的国王 他可以讲是 扫摩尔贤子找出来的门徒 扫罗对他也非常的敬重 而扫摩尔也很清楚 他们两个人的权责划分 自从扫罗当国王之后 他再也不会随便干预 扫罗的这个国政 可是我们很清楚 两个人对服事态度 观点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经历一个事情 明明清楚是 上帝在你背后替你做事 然后你又经历一个事情 也也清楚上帝替你做事 你又经历第三件事情 你都知道上帝的背后保护你 那么心中 你就自然会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说 只要我真诚地服事上帝 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刘而决 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胜 我这个观点在扫罗尔记上 十一章十二章 看得很清楚 因为在那个年代当中 扫罗尔年代当中 扫罗周围的亚门人 扫罗周围的这个非礼士人 常常跟他们争战 以色列军队你知道 武器非常的落后 按照圣经记载 只有扫罗跟他儿子 握有铁器 有枪 其他人没有木棒 锄头 石头 这样可以打仗吗 可是他们却是赢了 他们很清楚 是谁带领他们得胜 是背后的这位上帝 他们靠的不是武器 他们靠的是强大的 耶和华上帝 换句话说 照理来说 在扫罗心里面 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是坚固的生存之道 那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可是实际上 我们很清楚看见扫罗不认同这说法 他做不到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你要学习的这个态度 就是不要像他做的事情 他做什么事情 在他里面充满着人的观念 扫罗是一个不错的人 可是他是想法也有一个问题 他总想 我可以为上帝做什么 注意听 我可以为上帝做什么 我要为上帝做什么 我们很多人这样想不是吗 可是你忘记了中间重要的事情 没有祷告的习惯 没有等候的习惯 总是用自己的方法为上帝做事 大家都知道 做事跟得胜 这是两回事情 不是说你热心做事就可以成功了 那这样子不要祷告了 不要读圣经 你就做事就可以了 做不高兴你就走 当人面对这样绝望的光景的时候 人所想的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什么叫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是回到人 自己的想法的逻辑的系统里面去 人跟上帝的观念不一样 人跟上帝的逻辑思考不一样 我们受洗了 我们离开的世界的一个逻辑思考 要进入到属灵的世界 你就不能用人的思考逻辑 进入到神的世界 这是不妥的事 这是矛盾的事情 所以你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你用人的想法呀 你用人的想法 你怎么样去抵挡神的想法呢 我们要搞清楚啊 如果你认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信仰 生活模式的话 那你就要改 透过圣经的原则去改 透过听讲道去改 透过默想去改 你得要改 你不敢你批评人家 可以吗 所以我们看扫罗就看到我们自己 扫罗有什么错误 有可能我们也是这个错误 第一个扫罗的错误是越位的献祭 上帝设立立委人 办理属上帝的事物 只有亚伦的后代 凡是属男人的 可以去处理上帝的事物 即使你是即使你 也不可以随便去处理 还得按规矩来 那么扫罗跟百姓因为环境 而给予他们的畏惧 他们是不等撒末尔贤者来 他就勉强献祭 这就造成第二个事情 扫罗不能只有看到越位的献祭 而是反映他自己本人 属灵权柄的灭视 不论是亚当夏娃的犯罪 或者摩西的姐姐 米利安或哥哥亚伦 对摩西这个人的灭视 都反映属灵权柄的一个问题 撒末尔是普通的人 可是你的背后是上帝高牧 你现在那就不一样了 你我都是平凡的人 可是我们的背后有业务啊 上帝你就不一样 你是尊贵的祭祀 跟哥比特说 我是尊贵的祭祀 每个人都有重要的 你不要看清自己 你也不要看清别人啊 那么撒末尔作为上帝仆人 他的属灵权柄 表现在他的祷告的大能 表现在他所行的神迹 这都代表上帝 他同在的全能 如果灭视他 那你等同灭视上帝了 我们都不太清楚 在某个程度当中 我们一点一点 去侵蚀上帝的权柄 不论是在他身上 也灭视神在你身上 可能做的事情 我们甚至拒绝圣灵的感动 第三个 他们要守住教训 你要了解撒末尔 为什么责备扫罗糊涂 我们回到圣经的前两章去读 尤其是他被高谋的那个时间 第十章第八节 先去跟他讲 他说你在 你当在我以前 你先到这个下到几甲 我也必下到那里 献凡祭跟平安祭 你要等候七日 等我到你那里 只是你当行的事情 上帝的话通常是很简单的 各位 上帝的话通常是很简单的 听得很清楚的 照着做就对了 我们大声说Amen 可是扫罗选择轻忽略 我们能不能守住神的教训 通常就是最简单 直接的方式 顺服上帝的话 扫罗如果顺服撒末尔的话 他就顺服上帝了 他不顺服撒末尔的话 他就不顺服上帝了 那很简单 你如果重视牧师照着圣经的教导 你顺服牧师的教导 你顺服上帝了 我也忠于上帝的教导 我也忠于上帝的话 你如果不顺服神的教导 那你渐渐的不顺服上帝了 各位 为什么许多基督 不能在信仰上大幅的成长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就是不顺服神的话 很奇怪的 为什么你不顺服上帝呢 因为我们认为有更好的方法 好 如果你说你有很好的方法 那很奇怪的是 那些认为有更好的方法 其实没有真正去执行 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法 只是想法上 idea 他认为有更好 可是实力效果 他都没有做 他都没有做 这叫做没有守住教训 我们记住一个原则 所谓顺服上帝就是单纯的相信跟接受神的话 后面一句话请注意听 又去做 这就是顺服 去做是证明你相信 以及接受上帝的话 就好像我们受洗是证明你相信一样的道理 可是我们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 所以请你解释一下 你是一个做信仰的人 还是听信仰的人 还是相信信仰的人 哪一个更重要 你应该很清楚 不要带着怀疑 单纯的接受圣灵的在你心里的感动 去向亚伯拉 他单纯的相信 他去做了 我们都不知道去做的过程 会面对什么挑战 对不对 对呀 我们会面临挑战吗 一定会的呀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会经历上帝与你的同在 太多人原地踏步 我实在要鼓励你 不要再原地踏步了 那个地都给你踩烂 你总不能看别人进步 你都不进步啊 你羡慕什么东西了 你就做就对了嘛 第四个 按着肉体的方法行事 我们人 如果我看整个圣经当中 大概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照肉体 照这些方法来做事情 另外一种是照圣灵的启示 凭着信心靠上帝方法来巡视 我们看扫罗的光景 他借口充满自我 在圣经当中至少五次之多 反映出扫罗真实的光景 请注意哦 我们的扫罗王 经历过圣灵的大大充满 跟圣灵的觉醒 他不是普通的人 他被列为先知的行列 他知道上帝作为 可是他内在的自我当中 面临紧要关头的时候 他做出失败的决定 内在的自我圣经当中 用新约用另外一个词 叫做肉体的我 或者保罗所讲的老我来形容 一个自我比较强的人 喜欢推诿责任 心胸狭隘 总是充满算计 利益冲突 少罗是这样的人 虽然他有属灵的经历 虽然他有这么美的一个经验 可是这个经验很快被自我给打败了 各位请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好不容易属灵的经验 建立在你生命 可以持续到永远 你为什么中间给打败呢 这边牧师要分享心得 我们以后可能在一段的时间追求上帝 而且经历非常神圣的属灵经验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段的经历而已 你注意听下面牧师所讲的话 如果他不能够持续到永长久 如果这个属灵经历 不能够带出伟大的奉献行动 如果他没有带出传福音的热忱行动 如果不能透过你去号召 可以影响一群人 去向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群体去传福音 如果不能带给你一生的尾声 说我为主你而活 那我可以断定的说 你在那个时候属灵的感动 使你自己高兴 使你自己享受 不论你经历多么高神圣的经历 我都可以说 那你自己满足自己 却没有让上帝神圣 这个得到荣耀 却没有让人得到利益 请你小心避免这属灵经历 我前天在读一个文章 我真的感动 意大利的一位修女 在坚实乡57年 一个记者去访问她 她是1961年来到台湾 到现在 她说我是台湾原住民 她跟那个记者讲说 等候聆听做上帝的事 你不要讲她过去跟上帝 有什么属灵的高峰的经历 你不要讲 你只要看她做 57年 她说我弟大利的话 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一个又耶稣会的修女 我想请问 我们连周遭的人都不愿意去分享上帝的信息 教会推动的小组 你都不重视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对你来讲 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吗 扫罗的一个问题是小聪明的无知 我们读一段经文 诗篇 三十二篇八到十一节 请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心在你身上 劝见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绝环 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驯服 而人必受唯独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引导依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政治人都当欢喜 什么叫做小聪明的无知 就是你跑太快了 我们认为常常有些new idea 可以为教会为上帝做事 可是你跑太快了 你跑得比上帝还要快 知名不凡像少罗这样 第六个虚假的借口 跟急躁的决定 大糊涂 少罗他自我解释 说 先知啊 老师 我心里讲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非力士人会吓到急甲 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烦气 他这个话真的不诚实 怪罪在环境 怪罪在别人 我们常常也用这个口气 去述说我们自己 有一些理由 可以规避被上帝的责备 明明我们就是没有顺服 那在这个定文当中 我们究竟最大最大的一个学习是什么东西 等候 我们不要看这两个字 等候 等候神实在是一个操练 可是这里有个关键 等候上帝 他有个要件 就是谨守遵行 他的诫命 而很奇怪的是 常常上帝在说这样的事情 都是有一些的环境的背景出现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是从八节之后 如果你再去读第一节到第七节 那就更有意思了 两经对质 你知道以色列军队多少人 三千 少来很聪明 还叫一些老弱妇孺亲离开 两千人跟着他 一千人跟他儿子 那么你说费利斯人有多少人 照圣经所讲 费利斯人的军队光是战车有三万台 他的马兵有六万 步兵根本要讲 圣经说像海边的沙这么多 不要说他们 如果是我们 你想象一下 一万个人坐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知道吗 他看讲台像沙一样那么小 那五万人呢 澳门只有三千人 老师你们要去更好玩 两千人跟着扫罗在后面 是战战兢兢 他又说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人走路是这样 抖的 要去打仗 你看过吗 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光看环境 圣经描写 他们里面就困窘 就逃到山里面去 逃到洞里面去 逃到树林里面 逃到深渊里面去 那百名就不想打仗了嘛 百名就不想打仗了嘛 如果扫罗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是合理的 他们跑走他也可以了解 可是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 他就这样写 在这个绝对的一个不能够对比的环境之下 如果扫罗他用属神的眼光 他就相信使他们得胜是上帝的 对于扫罗的他可以这样去思考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扫罗不是普通的人 扫罗明白他的主席 他的上一代 离开埃及 过红海 不是上帝保护吗 在旷约四十年 不是上帝保护吗 又过了约旦河 不是看见神迹吗 光看那个河可以这样分裂 难道他不知道吗 再说之前多少次的战争 上帝的手亲自于他同战 他都经历过照理讲扫罗跟其他的 包括儿子 他们心中有这个文化 以扫几重 出其不义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他儿子 真的是出其不义 一遍又一遍这样的文化 弟兄姐妹 如果你我都是像扫罗过去的文化 你应该要属神的眼光 来看事情是很丰富才对的 所以圣经为什么要描写 是让我们看见上事情 能够改变得甚至是上帝 写撒尔记上下的作者 他的目的就凸显这样的事情 在你看来是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上帝是可以的 这个逻辑不能回到原来的人的世界里面去 好 到了扫罗要等候上帽的时候 其实你认为这是什么操练 但就是等候神信心的操练 而且很奇怪 神给扫罗训练的信心操练 是有个环境 有个故事 我们今天在读神话语 我要告诉大家 你我的环境都不一样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说阿们 这位上帝没有改变 大声说阿们 等候七天 这是信心的考验 每一天敌人都会来攻击 第一天没有 第二天没有 第三天没有 都没有 七天都没有 可是很好笑 第一天 三千人不是吗 留了一百人 第二天留了三百人 一个将军在前面打 在战争 到了第几天 他看后面 诶 看不到 你想你的心是怎么样 我们在教会当中 哇 我们要开始传福音 哇 传福音开始 大家站起来 两百人站起来 哇 传福音到了第二天 我后面一看 剩十个人 其他人 不知道 他们说家里也结婚了 他们去帮忙了 他们家买牛 买猪了 他们去买了 去照顾了 我告诉你 旧约许多的故事 也是像我们现在的故事 只不过 故事的一些 这个题材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在蜀林征战当中 我们常常退却了 就跟扫罗跟随他扫罗一样 走到一个地步去旁边人就问扫罗 扫罗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请你看后面 没人啊 都走光了啊 下面这句话我觉得真是重要 扫罗心里想 人走光了 怎么能够胜呢 这是按照人的逻辑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上帝 要我们知道 就算是人走光 上帝依然能够使你得胜 大声说阿们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 你走你的信仰都是你自己高兴而已 都是你认为自己好的时候你才来 困难难一点的时候你就跑 你说反正还有很多人啊 还有长老在啊 还有知识在 如不到我啊 最后圣牧师 有这样的信仰吗 在台湾生活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充满挑战 按照人的逻辑 我们常会出现这种 我们就说干脆妥协 干脆妥协 是这样子吗 不要忘记我是原住民 我们常常把人的逻辑 放在神的教会里面 大大的冲突 同样的在教会当中 请问你用什么样的思考逻辑 经营你的信仰生活 跟教会的生活 很多人选择离开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 我告诉你有一个原则 一个叫做感恩 一个叫忠心 是一个信徒众恶品格 我们不会刻意连强留下来 就算牧师我也没有办法 刻意留你下来 因为留你下来 在这个地方是上帝 你视你的眼睛看见 中立教会有一可爱的一群 热情的一群 爱你的小组 使着他们的生命影响到你 让你觉得说 我喜欢这边 这是所有的人 都把他们内心的当中 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的 我们一起说阿们 没有人冷心的 没有人只是酷的 大家都愿意参与的工作 我要跟你说 如果你认同你是耶稣的门徒 你我都愿意效法基督生命 顺服祂的命令参与 祂对我们在末世代的大使命 去传扬基督福音 那么请你留在中立教会 请你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为主征战 因为使教会新生是上帝 使教会得知是上帝 而且祂会赐给你人才 祂会赐给你那里面的感动 你如果没有参与 圣灵的感动就小 上帝的国度上帝教 难道不应该追求 数量上的增长吗 我不相信 你说生意不愿意 生意兴隆吗 我不相信 我们节奏婚常常都长辈说 多子多孙对不对 多子多孙什么意思 代表你健康啊 代表你家世非常的横通啊 所以需要人嘛 更何况能不能够增长 还要看一个教会 它里面的品质问题啊 有人说小型教会 比较容易建立关系 大型教不容易建立关系 听起来这个人 比较怀念小型教会 其实牧师从幕会开始 我也经历很小的小型教会 到中型的小型教会 到比较大型的小型教会 那么在问的这个人 请问你在问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后来我了解 原来是牵涉到你服侍的态度 如果我来到一个教会 我总是带着等候人给我服侍 让我有被接纳的感觉 让我觉得在这个教会很舒服 那么请问你在大教会当中 难道不能够透过这个态度 透过小组来服侍人家吗 不也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关怀吗 你明知道在大教会 需要小组的过程来栽培 关怀弟兄姐妹 但是如果我永远带着这种 与我无关的态度 那我要说 不论你在大型教会 不论你在小型教会 都没有办法让你引起兴趣 去关怀别人 透过你生命的成长 去建造与人生命的一种互动 那我要说 你真是不体贴上帝的心愿 你真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 你用人的思考逻辑来思考属灵的事情 怎么可能成长呢 你怎么跟神的生命 发出火热的这种火花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 至高的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 他在检选有信心的人 很有趣的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撒末尔为什么 散散来迟 其实圣经当中 他没有完全散散来迟 他是在第七日比较慢到而已 第七日是从哪里开始 凌晨一直到晚上12点 第七日 他就是故意要让撒末尔 故意让扫罗要训练他的信心 到了第七日 好像是关键时刻 好像我们的害怕 已经到了临界点一样 人都没有了 赶快献祭吧 赶快祷告 你想那个祷告的品质 真的是很 很仓促 不尊重 随便 我们对上帝的服事 常常是很仓促 随便 可以吗 你如果看中一件事情 你是慎重 你是准备 你是等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 我们看这个故事 就仿佛神在对我们说话说 孩子我要常常透过环境试验你 试验你什么 信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了解这个事情 神就把我们的信心 看作是宝贝 他使用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个信心 当作垃圾 那么神就把这样的信心 垃圾的信心 丢在火壶里面去 你决定一下 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经营你的信心 那么上帝在做什么 你注意看 其实王还在做 只因为这个事情 让上帝看见整个的核心的价值 哇 不行 你真的不行 所以第十四节 先知就说了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成就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里的人 当时先知在讲这话 他也搞不清楚 是谁要接替 可是神就感动他说 你要说这样的话 谁在上面决定 是这位上帝 他从以前到现在 都在寻找中心的人 要接下去 交棒给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等候耶和华中间有个重要的要件 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我如果再讲一个故事 就很有意思 大家都晓得 耶稣亚的时候 带领军队 要进入到迦南的时候 碰到迦南地的一个大城 叫做耶利哥城 还记得吗 这个大城当中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做了什么事情晓得吗 又够愚蠢的 又够简单的 不可思议 叫他们绕城 七天 第一天一次 第二天一次 一直到第七天 但第七天要绕七次 这过程都是安静 只有到了第七天的第七次 就绕完毕 就大声就喊不喊 城倒下来 你会想着 哎呀 这个是什么战争啊 那我们今天如果是 想要让一个国家倒 那总统发个命令 给我们所有一个 每一个人都出机票 比方说我们要去冰岛绕一下 绕七天 然后叫冰岛全个城倒下来 你会想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从这个纲中 我们就学习了等候的东西 安静绕城中 聚焦在上帝同在 我告诉你 不是我们认为愚蠢 连他们都不觉得愚蠢 在绕城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亚纳祖是非常高大的人 石头丢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战争面 石头丢下去会死人的 可是第一天没有出事 第二天没事 第三天没事 在绕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非常的紧张 每个人都非常紧张 可是在这紧张的过程当中 内心当中 大家都在喊说 上帝我们依靠你 我们的武器没有 主啊求你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连续七天 所以焦距在上帝同在 第二个 安息等候主进入丰盛之地 因为我们内心的敌人最大 不是眼睛看到那个人 是内心的敌人最大 内心的害怕 往往是比环境更大 下个礼拜才要坐飞机 现在我内心就开始很怕 还没有到的事情 我们就开始怕了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不断的亲近上帝 亲近上帝 亲近上帝 亲近焦点在神的身上 进入丰盛之地 好 很多人在问说 牧师 守灵宫是什么 读圣经啊 守灵宫是什么 等候主 所以有人开始读圣经 读圣经还好 一个小时我可以读几章 可是等候上帝 我等候不了上帝 二十分钟 没话可说了 没话可说了 你就继续做吧 继续做吧 神的灵在你的身上 一直聚焦 一直凝聚 一直凝聚 刚开始没有感觉 刚才真的没有感觉 刚开始真的没有感觉 但是你就是坚定的相信 第七天 然后第七次 他们大声喊不喊 沉倒了 我请问大家 是声音让沉倒吗 还是上帝让沉倒 当然是上帝 所以很多的事情 是谁让他发生 是上帝 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做 上帝可以是要他们看 那换求上帝要他们看的过程 当时要你绝对的顺服 在不可能的背后 是上帝做事的条件 是你们要完全的顺服 刚开始亚纳主 第一次看他们是怕 后来他们敢了 得候主 第四个原则 其实没有感觉 点滴在建造 你跟上帝之间的信心 我们还是我 我们还是 我们没有变更大 以色列人没有变更大 没有 亚纳主人没有变矮 没有 可是没有感觉 并不代表上帝不做事 我们在小组当中 为这个人祷告 第一次幸福之后 他不来 你就放弃吗 第二次为他祷告 他也不来 你就放弃吗 你用这个原则 用在这个方面可以 上帝哪里方法不对 默默地祷告 是不是我说话太尖锐了 是不是我的香水差太多了 是不是我家整理太臭了 你慢慢地改 上帝的眼睛看见你 真的是爱他的国家 爱他的国度 我告诉你 他把得救人带给你 阿妹吗 我们在圣经当中 抓住等候神的原则 我把最后这样的经文 给大家做一个范例 记住这个原则 上帝一样做事 古时做事 现今做事 将来也做事 我们专心等候上帝 让神透过你 要来做事情 不是我们伟大 而是我们单纯地 完全被他得着 单纯地相信他 而且我们去做了 所以神会给我们 一个清楚的意象 我盼望大家回去 要做个梦 这个伟大的梦 这个梦是你喜欢的 这个梦是你愿意去做的 是看见很多人 坐在空位上面 是看见你的家人 都愿意得救 这个梦是你喜欢的 因为这个梦 是上帝的梦想 上帝没有直接派天使 来做这事 他要派我们 我们就是地上的天使 我们就是耶稣离开 这世上的新的当成人生 来到这世上 做他以前做的事情 愿上帝的话 刻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 过去的神迹奇事 今天照样发生 只是我们单纯地 看见一个事实 你没有改变 帮助我们 穿越环境的限制 帮助我们 我们不再以人的思考 去看属灵的事情 帮助我们 用你的眼光 去看今天的事情 倘若我们抓住你应许 凡事都能行 愿上帝的国度 降临在地上 愿上帝的荣耀 彰显在你仆人们身上 因为我们专心寻求你 奉耶稣的祷告 阿们